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性情秘语节目 在这一集中 我们将深入探讨一个震撼人心的故事 R. Kelly的女儿Buku Abi勇敢地揭露了她父亲在她童年时期对她施加的性虐待 这位26岁的女性在纪录片R. Kelly的因果 女儿的旅程中泪流满面地回忆起自己如何在无助中面对父亲的侵犯 并在10岁时鼓起勇气向母亲求助 尽管ABI的母亲追立即报警 但由于她的迟延报告最终导致无法对岸 Kelly采取法律行动 这段经历不仅让Buku承受了巨大的心理压力 甚至还让她多次尝试自杀 如此痛苦的回忆 也让她在父亲因多项罪名被判刑后感到一丝解脱 然而R. Kelly的律师却强烈否认这些指控 并指出这些指控早已被调查过 没有找到任何证据 这样的反驳让人不禁思考 真相究竟是什么 这个故事不仅揭示了名人的黑暗面 更是对所有性虐待受害者的呼声 Buku的勇气鼓励了许多人站出来 为自己发声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这个令许多人震惊的时刻 R. Kelly的女儿Buku Arby选择勇敢地揭露她的父亲 在她童年时期对她进行的性虐待 这位26岁的女性是在TVI Streaming Network的纪录片 R. Kelly的因果 女儿的旅程中首次公开她的悲惨经历 A.B.R.12 Kelley与前妻Andrea追Kelley的女儿 她的控诉详述了她在8或9岁时遭受的痛苦 A.B.I.在纪录片中回忆那段阴影笼罩的童年 泪流满面的坦言 她曾是我的一切 横掌时间里 我甚至不敢相信这一切真的发生过 这样的故事让每一位听众为之动容 她的声音中蕴藏的痛苦与挣扎明显可见 A.B.I.在纪录片中进一步揭露 她在2009年告诉了母亲这一切 当时年仅10岁的A.B.I.因害怕而长期隐忍不发 直到勇气积累够多才敢与母亲分享这一秘密 她说 告诉妈妈之后我们再也不去那里 这段经历并非单一事件 而是她持续多年与阴影抗争的开始 尽管她的勇敢揭露有所延迟 却依然无法减少这样的痛苦造成的心理创伤 对于A.B.I.的指控 而凯莉的律师Jennifer Bogin予以强烈否认 声称这些指控在几年前已经被调查过 并未发现任何实质证据 然而 这样的否认无法抹去A.B.I.心中留下的烙印 纪录片中A.B.I.讲述的另一段经历 进一步揭示了她的痛苦 我记得某次派对后醒来 感觉到她在碰我 对于一个年幼的女孩 她的反应只能是假装睡着 这种无能为力的感觉在心中根深蒂固 A.B.I.的故事让人不仅感受到 她个人的勇敢与挣扎 也引发了社会对于性虐待事件的广泛关注 她的故事提醒我们 受害者无论深处何种环境 无论施暴者是何等名声 都值得被倾听与支持 即便凯莉目前因性犯罪被判刑 其律师仍坚称 这些新指控是无根据的 并质疑纪录片的公正性 然而 A.B.I.的勇敢揭露 为其他受害者带来了力量与希望 让人们开始反思 社会对于性虐待的态度 在另一个事件中 安大略省前 基督教学校校长被控性侵犯 这一消息同样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 这位校长曾是学校的中流砥柱 他的形象和行为 一直被学生与家长所尊重 然而 随着指控的浮出水面 许多人开始重新审视 这位教育者的真实面貌 这起事件再次提醒我们 性虐待问题不仅限于名人圈 也普遍存在于我们的教育和日常生活中 这位校长的行为并非突然 而是长期的积累 许多学生在校期间 对他的行为感到不适 却应对权威的畏惧 而选择沉默 这样的情况 在教育界并不少见 然而 受害者通常缺乏足够的支持来发生 在该事件中 社会各界 呼吁加强对教育工作者的监管 并建立健全的举报机制 这样才能有效保护每一位学生的安全 在这样的背景下 不哭阿比的故事 不仅仅是对他个人的救赎 更是对所有沉默者的呼吁和支持 这些勇敢的声音会成为未来改变的力量 推动社会往更公正 更安全的方向发展 无论是名人还是普通人 他们的经历都提醒着我们 性虐待的阴影重重 需要全社会的关注和行动 希望未来能有更多的人站出来 揭露不公 并在教育 法律等方面加以完善 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在安全的环境中成长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 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而凯莉的女儿 Buku ABI 对她父亲的指控 再次提醒我们 名人光环下 可能掩盖的黑暗面 ABI的勇敢发声 揭露了一个受害者 长期担惊受怕的生活 也让我们重新思考 对于名人的崇拜 是否过于盲目 根据纪录片 她的童年受到了不可逆的伤害 这也让人不禁质疑 社会对于名人罪行的宽容度 是否过高 事实上 而凯莉 此前阴性交易和敲诈罪 已被判刑 再次指控的可信度 不容忽视 但我们也不能忽视 法律程序的必要性 凯莉的律师 Jennifer Bongin 已经指出 这些指控以前就被调查 并没有找到证据 而纪录片制作方 没有联系凯莉 让她有机会为自己辩护 这本身也不符合公正的程序 ABI的指控令人痛心 但在我们对任何事件下结论之前 还是应该让法律程序 来决定真相 此外 名人被误解和夸大的情况 也屡见不鲜 我们需要更客观地看待这些事件 法律程序固然重要 但考虑到许多性侵案件的特殊性 尤其是受害者面对的心理压力 和社会反应 这些都可能导致证据收集困难 ABI等了许多年才敢发声 这本身就反映了 她所承受的压力和痛苦 再二 Kelly已经因其他性犯罪 被判刑的背景下 这些指控不应该被轻易地忽视 相反 这是一个让更多受害者 感到安全和被支持的机会 这也可能促使更多人勇敢站出来 揭露过去的不公 然而 对于二 Kelly这样的事件 媒体的过度报道和公众的情绪化反应有时会扭曲事实 我们曾经见过太多被媒体推波助澜而错误定罪的案件 最后真相大白石已经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 法律是保护各方利益的最后屏障 我们不能因为情感上对受害者的同情而忽略了法律的程序正义 再二 Kelly案件中 应该让司法来决定她是否有罪 而不是单凭媒体报道和纪录片来引导舆论 你的担忧不无道理 媒体确实可能带来偏见 但再二 Kelly这样的案件中 多年的指控和多重判决 已经让她成为了一个有案底的人物 ABI的指控 应该被是坐在已经有的背景下的补充 而不是单独的事件 纪录片应该被看作是她寻求正义的方式之一 而非取代法律程序的手段 通过这样的公开发声 我们能让社会更清楚地认识到性侵问题的严重性 从而促进法律和社会支持制度的改善 你提到的让社会重视问题的确重要 但我们也要警惕将个人事件升级为普遍指控 社会制度和法律的改进应该基于事实和理性的讨论 而不是情感和舆论的压力 而Kelly的情况复杂 任何定论都应建立在清楚和充分的证据之上 而不是基于纪录片的叙述 媒体报道和纪录片应该是提醒我们去寻求真相的工具 而不是武器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经济学家、媒体人、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都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